富里乡 富园村住宅聚落 也都紧淋水稻田 农田灌溉水浸 贯穿住宅聚落 近来水泥沟 土体老旧破损 灌溉用水是四溢流窜 水淹民宅 住户是苦不堪言 村长吴明义和乡代表林玉芬 特别到现场来会堪 也将向上级单位反映 期盼农田水利署能够加以重视 宅小的灌溉水浸沟贯穿住宅间 水泥浸沟破损 每每下游堵水 满溢流窜的水就直接淹民宅 屋墙上还留下明显的积水痕迹 住户向前来会看的村长 几乡代表大吐苦水 这边一挡水 这边后面都积水 深深到里面 看得出来那边有积水的痕迹 而沿着这一条窄小水浸沟来到下游 与马路交接的水浸沟没有任何栅栏区隔 就曾发生骑着四轮电动车的老人家 连人带车掉入水浸沟里的意外 再加上水泥沟老化 土蹄老旧破损 也使得浸沟旁这一块农田水满为患 无法耕耕的地主期盼相关单位能够协助改善 我那个田军跟那个太阳麻将杀 也是活不下去 没办法 杀门关掉它也是一样 都没办法耕耕 没办法 这水太多了 因为瑞瀟湘复原社区部落也都紧淋水稻田 农田灌溉水浸设施贯穿住宅聚落 而老旧破损的浸沟土蹄也影响灌溉用水的使用效能不说 也经常造成浸沟两旁民宅或农田淹水的情况 村长无名义语相代表林玉芬 或之后也足以到场会看 令群农民及住户的新生与反应后 村长无名义与乡代表林玉芬也将向农田水利处等上级相关单位陈情反应 期盼农田水利署重视 协助在地农民及住户解决改善 记得是玉兰瑞碎采访报道